肖战发驳斥私生粉丝 不要半夜敲我的门 更不要唯独酒店因为私生饭的问题 很多名人的私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最近 艺人和肖战对私生饭的问题感到非常沮丧 昨天他回到酒店时 将私生饭一行人包围在酒店内 他心情不好地出来了 肖战随后在博客上谴责这些暴徒粉丝 称他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在半夜敲他的门打扰他 更不用说包围他了 他不想让自己的私生空间被打扰 肖战发表声明 谴责非法球迷真的是这次旅行 每个人都想度过自己的时光 不想透露一切 这彻底影响了他的生活 因此 他很不高兴发微博抱怨 视频中 肖战双手插在口袋里 戴着口罩和墨镜 马不停蹄地走进酒店 早在2016年 肖战就在微博上表示 他只需要在正式场合与粉丝见面 但他并不想这样做 他还影响四日生活 五日上午 肖战在微博发表长文写道 16年来 他只希望在官方公共场所与粉丝见面 请勿结伴围堵车辆或尾随车辆 在路上追车 或者故意减速 是非常危险的 半夜不要敲他的门 也不要堵住酒店门口 昨天发现 这次密码输入错误 因此无法打开酒店楼层的密码锁 并返回房间休息 这极大的影响了 他在团队中的工作 希望每个人都能继续自己的生活 过自己的生活 生活 肖战告诉非婚生子女 不要再半夜敲我的门 肖战 中国内地男演员 歌手 男子组和X9少年团成员 不少粉丝表示 由于私生犯的捣乱 他的家人生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这确实给他的家人 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担忧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原谅 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早些时候 一群私生犯让拍摄变得不可能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